全国总结赛 哇 这也太顺了吧 竟然用唱歌就能够控制霓虹灯的闪烁 在国际奥林匹克及情人大赛 苗栗县校技杯的选拔赛当中 创意组的这组作品泡泡之舞 令了眼睛为之一亮 同学将音乐光影构图三元素结合在一起 组装成了这组会唱歌吹泡泡的机器人 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是吹泡泡的部分 然后我们其他的 这是音乐的部分 这是光影的部分 我们光会发出光 我们利用这个麦克风 去撑出它声音的值 去给它不同的转速和亮度 然后我们这边是吹泡泡 也是利用像这个音乐的弹奏的不同的音 去给它不同的泡泡的大小 还有各种的吹或铁 泡泡之舞机器人的创意发想 竟然还是同学们出自于明德水库的水舞秀 我们就是我跟我同学就是去看那个水舞 然后我们就虽然想到 那个水舞就可以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水舞的原理 做出我们这次的创意赛 更好的创意嘛 那个我们就把那个水舞的 就是其中很多元素 其中的三个元素抽出来 就是音乐光影和构图抽出来 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更好的这个 我们泡泡之类的创意 推展树里之优 学校目前透过了不同的科学教育 让学生能够自由发展出不同的创意想法 过去大家台湾的把树里之优 把它当作升学的考试 考高分的工具 但是这个小朋友 他只会在子比的能力很强 但是遇到实际上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 所以我们去年老师带我们小朋友去日本参赛的时候 发现世界各国他们决定非常厉害 尤其俄罗斯的 他的创意的决定方式我们都没有想到过的 发现我们到参加世界比赛的时候 才发现哇海坡天坡 人家这个东西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 而且很难很难的题目 他们就竟然有这种的解法 我们连我们这位老师也没有办法想到 这个方法竟然可以决定用这个方式来解 但是经过我们这边以后 我们这个一年来 我们小朋友努力 我们小朋友这个能力也很强 传统的梳理自由只限于在纸上谈兵 而透过机器人创意主张的学习过程 训练学生科学原文逻辑思考 这样的创意学习更能激发孩子们的无限潜能